从白沙岛回来以后,下一站旅行地,我在普陀山和桃花岛之间选择了普陀山,因为当时住在舟山的普陀区,想着离普陀山近一点,那就进水楼台先得月。 不过我对普陀山的风景没有抱任何期待,因为在印象当中这是一个佛教圣地,人们来这里主要是为了朝拜。 可我还是认真地去旅行,第二天起了个大早,从沈家门半山洞码头乘船20分钟到塔,票价30元。 这个码头人不多,所以去普陀山啊,大家不用兜挤到朱家间无工制码头乘船。 知道了吗? 赶到早上8点之前到达普陀山,没想到人还是这么多,大家都在排队做景区大巴。 普陀山上的主要交通工具呢,除了徒步就是景区大巴,可以扫码付费。 不过我的第一站呢,是南海观音,大约两公里的路程,步行也能到达,不用排队,真是太棒了。 我直接在普陀山景区里面请了箱,这里是明码标价, 所以忘记提前请箱呢,也不用慌,像这一种小桶的是15元,还有中桶,大桶,一个人一小桶也足够了。 包括山上卖的一些零食矿泉水包子之类的,价格都还比较适中,如果不想带很多东西,那直接山上买也没有贵太多。 原本只是埋头走路前往南海观音,抬头去看见这片沙滩,还有椰林,一片碧海蓝天,忽然有一种从普陀山到了普吉岛的错觉。 于是耽搁了一些去跟菩萨老人家报到的时间,在这片沙滩上停留了半个小时。 旅行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些不期而遇的美,而没有期待,也往往才能遇见惊喜。 跟着大海踏浪天潮,享受海阔天空的自由。 这片椰树林是我在普陀山发现的一个大大的惊喜。 我的眼前就是大海,头顶就是灿烂的阳光,一面吹着海风,非常的凉爽,丝毫没有炎热的感觉。 我觉得在这里只要静静地坐着,就非常的舒服。 继续往前走,经过一片郁郁松松的古张树林。 每棵张树上面都挂了牌子,上面写着供奉人的名字,还有一些祭语。 走在这片树林当中,依旧能够看到大海。 普陀山海天佛国的美誉,果真是名不虚传。 终于来到了南海观音。 普陀山的所有寺庙门票都是收现金的,所以一定要提前备好。 大概每个寺庙的香花券在五到六元左右。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日行的拜佛攻略。 从南海观音开始步行至紫竹林, 穿过紫竹林到达普吉寺。 普吉寺是普陀山第一大寺,人气特别旺,共有八个大店。 求姻缘,求学业,求事业,求子,几乎都涵盖了。 香客也是特别的多,建议请香的时候呢,也买个大火机,方便点香。 普陀山其他所有的寺庙都只需要三只香, 唯有普吉寺的圆通宝殿需要请九只香。 据说求的是三代人的平安。 从普吉寺出来,坐上紧区大巴,再乘坐缆车到达佛顶山。 佛顶山是普陀最高的山,海拔是292米。 坐上缆车,续续上升,珠山群岛,尽收眼底。 海面如尽,碧波万寝,渔船如枝,海岛如画,美不胜收。 我现在来到的是佛顶山,在这里呢,可以感受到一览众山巷。 给大家看一下,普陀山的香火有多旺盛啊。 我以为这是云雾,实际上是烟,下面飘的烟火。 进了山门,穿过狭小的巷道来到灰祭寺。 整座灰祭寺只有三座大殿,最知名的就是供奉宋子观音的观音宝殿。 从灰祭寺出来乘坐锦续大巴来到扇财洞。 一听这个名字啊,就知道是求财的。 扇财洞和繁英洞离得很近,但是景区的接送车呢,一般下午两三点就没了, 一定要提前安排好时间,否则只能不仅走过去。 其实时间安排好了,也要看清楚坐车的提示,千万不要排错队,上错车。 我现在就在这个停车场,但是我坐错车了,直接坐到了普基寺, 所以今天扇财洞就没有去。 虽然没有去扇财洞,但是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遗憾的, 因为我想视频看到这里,大家也会为我奉上一键三连,点赞收藏。 这几个寺庙走下来,不行的是两万两千五百五十二步, 一天的行程刚刚好,如果还有一天行程,第二天可以乘船去洛家山。 老话说,不到洛家山,不算超完普陀山。 远眺洛家山会发现整座岛就像一尊卧弗, 安详的躺在莲花羊上, 所以洛家山也叫海上大卧弗。 返程的时候将近下午五点, 码头乘船的人也排了好几圈, 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商务快艇, 一百元一个人,很快发船, 舒适座椅,快速到达。 这一份普洛山一日游的攻略在此结束了, 愿看到的人越来越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